第一千零二十集 看什么 董言回视秦家定 秦家定一闸不闸吃一片刻 你刚刚是客套吗 没说过玫瑰花 我也知道他的意思 不是女朋友干嘛收你花 他说的理所当然 秦家定始料不及 愣是半闪后才的 我就是想送你 你不用急着答应我 答应就答应 还要挑日子吗 秦家定沉默 董言绷着一股气继续 我不喜欢说不清楚的感觉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那就干脆在一起试一试 正大光明的 审得身边人问我们是什么关系 还要废教解释 惊喜来得太过突然 给秦家定整不会了 难得见得微微提了口气 慢慢拍档 你想清楚了 我想清楚了 但从昨晚没能立即拒绝他的那一刻起 就等同早晚要答应的 既然不是早就是晚 为什么不能早一点呢 秦家定站在董言面前 他亲眼看到他逐渐上扬的唇角 像是控制不住的上升眼力 有些人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 已经很好看了 可是见过他笑的才知道 什么叫做真正的好看 董言很难做到 长时间盯着秦家定的脸 扬装随意 他出声说 回去路上慢点 到会发个微信 好 秦家定嘴上硬着 可是腿却一动不动 走吧 嗯 走啊 嗯 你倒是走啊 我想做件事 不知道唐突不唐突 董言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努力让自己的表情 看上去是经过大世面的淡定 什么事 可以牵手吗 董言一手抱着花 另一手大方地伸出去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他太想在秦家定面前 有个姐姐样了 却在伸出去的一瞬间 迟疑该不该这么彪悍 不都说 男方人要内敛一点吗 别再把秦家定给吓着了 女人是不是还要温柔 矜持一点的好 秦家定抬手 拉住了董言的手 刹那间的温柔和悸动 瞬间打消了董言心头的 所有顾虑 原来掌心的温度 真的可以传到心口 原来跟喜欢的人牵个手 都可以有这么强烈的幸福感 秦家定轻声道 我想走走 好 两人牵着手在小区里散步 又是半夜三更 董言恍惚地回到了昨晚 昨晚的这个时候 秦家定只是跟他表白 让他考虑 不过二十四小时 他们现在已经是情侣了 他有男朋友了 一个小自己五岁多的小男友 睁言也是做梦的感觉 董言这辈子就是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解敌恋 以前身边的人都说 他会找一个大自己很多的男朋友 要很成熟的男人才能震得住他 所以 秦家定现在在想些什么 秦家定在想 董言的手很小很软 他不知道该用几分力道 用大了怕他不舒服 用小了像是不走心 他做了好长时间追他的准备 好的东西总是要费点力气才能得到 更何况是一个很好的人呢 他没想到 董言这么快就答应他了 说是因为收到了玫瑰花 其实他知道 因为他 你平时话一直这么少吗 你想聊什么 我陪你聊 不是非得聊点什么 还不太清楚你的性格 不知道你喜欢安静 还是跟我也不太熟 不知道跟我聊什么 秦家定突然想到 荣浩跟他说过的话 长得再好 性格不好也不行 秦家定反问 你喜欢安静的 还是话多一点的 没事想过 单纯的喜欢我 董言身体里的血液 瞬间冲到了头顶 他裹在衣服下面的身体 跟着燥热 输人不输阵 董言反客为主 你喜欢我什么 秦家定目不斜视 声音低沉好听 单纯喜欢 董言身上和心上 全是滚烫 沉默半上 我想了很多 最后发现 还是喜欢你 秦家定很想淡定 可是他控制不了 面部表情 平时没见 怎么发达的小鸡 这两天 总有自作主张的冲动 董言余光 瞥见秦家定在笑 心里不好意思 嘴上偏声道 不要以为我很好追 我只是不擅长考验追求者 现在我们的关系 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要求你 秦家定心情极好 你提 我想想 慢慢想 不着急 董言一脑子被爱情打散的江湖 哪有精力去讲折磨人的事 他努力去想喜欢秦家定什么 想不到 反过来想 他不喜欢他什么 同样想不到 可能这就是单纯的喜欢吧 追他的人很多 好看的 有钱的 对他好的 死缠烂打的 彬彬有礼的 年纪大的 小的 童年的 从前是怎样都不行 他一度以为自己不行 直到遇见秦家定 他是怎么样都行 北方的冬天 又是晚上 手放在外面 很快就冻凉了 董言抱着花 鬼鬼祟祟的想把手 缩回袖子里 结果这个动作并不好操作 一只手特别暖 一只手动得快要马爪了 也是同手不同命了 四季此处 董言愣是被自己给逗笑了 秦家定侧过头 怎么了 你可能真的没谈过恋爱 秦家定眼带狐疑 不是可能 你觉得我抱着这么大一束花 是因为喜欢这束花吗 秦家定迟一片刻伸出手 我帮你拿 董言手臂一轻 累死我了 下次记得了 两人正好走到路灯下 秦家定那张好看的脸 被暖白路灯照得清冷 没有温度 像是一块冰 红红的耳阔在旁边 显得尤为突兀 董言控制不住的冲动 想要摸一摸他的耳朵 看是不是真的很凉 他问 你冷吗 不冷 董言抬起手 扣在他的耳朵上 他抱花的手动得很凉 秦家定的耳朵动得更凉 再走一圈就回去吧 你困了吗 还行 那我们上去吧 去哪 你家 秦家定说完 董言下意识地调眉 警惕防备 以及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给我重新说的警告 秦家定面不改色 不慌不忙 想多了 你不困 我想上去跟你打会儿游戏 你不多想 怎么知道我想没想多 你表情很明显 你发言很危险 秦家定沉默片刻 那我送你上去就走 欲擒故作 秦家定唇脚轻轻勾紧 精致命孔上立刻浮现了笑容 真多虑了 董言眉头拧得更深 莫名的 秦家定的解释让他有种后知后觉的没面子感 可能他真的没多想 是他想太多 秦家定主动给董言找台阶 单身独居女性 警惕心强很正常 防火防盗防鼠人 一事通人 我送你到家门口就走 董言脸颊发烫 一时间不确定秦家定对他有想法和没想法 哪个更让他值得警惕 两人手牵手上楼 董言打开房门 秦家定把花放在玄关处 早点休息 董言纠结了一路 到底要原则还是要当下 在他看到秦家定随时要走之际 他还是豁出去 说了句 你真不困吗 秦家定看着董言 方便吗 家里除了我 就算来金 你进去问他方不方便吧 董泽在骑士里面打游戏 刚开始只是单纯的打游戏 后来是为了熬时间等秦家定 十二点不见人影很正常 没准去看午夜场电影了 一点没见说得过去 可能去吃夜宵了 两点还是不见 董泽游戏打得三心二意 几个意思这是 三点 他就等秦家定到三点 要是三点还不回来 董泽打了一会儿游戏 习惯性的看了眼时间 凌晨三点 寝室房门依旧紧闭着 他退出游戏 想要打给秦家定 他就想问问看 凌晨三点还不回来 电影院都关门了 宵夜也没人了 外面零下十几度 他不信秦家定跟董言会在压马路 电话已经打过去 董泽一秒切断 不对 他这个思路不全对 以他对秦家定和董言两个人的了解 就算秦家定有信号 前提也得是董言乐意让他好啊 如果董言不乐意 秦家定上半夜就该回来了 夜深人静 董泽下意识的吸了口凉气 不会吧 这进展也太快了吧 秦家定送给董言的游戏机 号称是经典游戏五百块 别说五百了 就是五十都够两人玩一宿的 整个小区只有一户通宵达旦 客厅中董言和秦家定坐在电视机前 腿边是炸鸡可乐 还有惯爱贴着秦家定睡觉的来精 董言撸起袖子 不是热的 是被秦家定给打造了 他总是赢不了他 离他最近的一次 是他游戏途中 放下手柄去喝可乐 十分的猖狂 他准备给带点颜色看看 结果自己家染防塌了 秦家定已试过让董言 结果董言更糟 不用你让 你就拿出全部本事来 我早晚赢你 要不我们比设计吧 董言没信一送 拐弯抹角的侮辱谁呢 第1021期 秦家定不能让得明目张胆 又不能拿出百分之百的实力 水平控制在董言看得见 又追不上的区间 余光瞥见他一脸认真 实不生傲脑醋眉的表情 秦家定无声勾起唇角 董言目不挟视 想笑就笑 不用鬼鬼祟祟的 你不认真打游戏 看我干什么 你笑得很明显 你注意力还是不集中 董言心说 你坐这儿 我注意力能集中吗 哦 他找到打不过他的根本原因了 不是他技术不行 是对手蓄意干扰 玩什么输什么 董言气得越打越精神 中途起身去洗手间的时候 突然发现外面天亮了 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六点多了 他竟然跟秦家定坐在地板上 打了一整碗的游戏 从洗手间出来 董言看着电视前的背影 如果不知道秦家定的年龄 单看他的身材和气质 不会有人觉得他这么小 他坐在地上跟来精玩 肩膀很宽 也并不薄 完全是成年男人的骨架 董言突然想起 昨天在密室里的情景 不能光他一个人丢人 刺激此处 董言突然屏住呼吸光着脚 悄无声息地来到秦家定身后 之前还想着狠狠地吓他一跳 结果林了 又怕得太害怕 正是一用什么配音 拍他的肩膀的时候 秦家定突然头也不回 反手扣住董言的腿 刹时间 头皮竖起 董言又是吓得 一声没喊出来 本能地往后退 退得太急 左脚扮右脚 董言愣是自己给自己 扮了个跟头 秦家定觉得不对劲 转头时 刚好看到董言往后倒 电光火石的功夫 眼睛看到 手也来不及捞 董言只觉得尾椎骨一疼 但疼痛远不及 看到秦家定脸上的慌张 杀伤力枪 秦家定一跃而起 来到董言身边 想要扶他起来 没事吧 董言侧身 把脸埋在了地板上 你别过来 让我静静 秦家定刚开始还有些慌 以为董言怎么了 直到看见他通红的耳根 这才松了口气 丹西跪在他身边 努力憋着笑道 没事 没有别人看到 不丢人 董言趴在地上 不敢抬头 你不是人吗 秦家定满眼笑意 我什么都没看见 董言想死的心都有 别人谈的都是甜甜的恋爱 到他这儿 成天处洋相 昨天刚把秦家定 推倒在床上 今天又当着他的面 自己给自己 办了个跟头 就算秦家定嘴上不说 心里肯定是觉得 他智商不怎么高 再加上个懂则 人家心里的怎么想 一家子不聪明的 秦家定劝得很认真 我发誓 我绝不说出去 董言不出声 秦家定又道 刚刚怪我 我以后不下你了 董言还是不出声 秦家定问 要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吗 董言怕在地上回 你走吧 把门关好就行 秦家定脸上的笑意 董言看不到 他连自己都不想看到 周围安静片刻 身体突然被人触碰 董言还没来得及开口 下一秒 整个身体腾空而起 秦家定将他打横抱起 轻轻地放在沙发上 寝室房门被人拿钥匙打开了 秦家定迈步走进来 经过董泽床边的时候 原本闭着眼睛的人 突然开口 你还知道回来 秦家定把带子放在桌上 声音如常 早餐 董泽眼睛一睁 翻身而起 这都几点了 几点四十 董泽气得掀开被子 你还认识表 秦家定侧头回视董泽 一脸理所应当的表情说 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 待多久需要跟你申请吗 董泽下意识地冷笑 女朋友 你单方面宣布的 秦家定一眨不眨 淡定地看着他 只看着笑容在董泽脸上 逐渐退去 终止全无 半上 董泽面无表情地看着秦家定 我姐答应你了 秦家定避开视线 淡淡地说 吃吧 你家楼下早餐店买的 秦家定开始脱衣服 董泽盯着她的背影 好半生才开口 我姐真答应你了 秦家定头也不回 看在她的面子上 我以后稍待着 对你好一点 董泽仍是不敢相信 你俩到底哪天在一起的 你不昨天才说 我姐要考虑考虑的吗 这种事还要考虑多久 秦家定进浴室洗澡 门外传来董泽的声音 你没对我姐使用什么不光彩的手段吧 秦家定洗着头 闭着眼睛说 看你怎么定义不光彩了 我姐二十四小时就答应了 你要说没用什么不光彩的手段 鬼都不行 浴室里没声音 董泽拍门 我跟你说话呢 十个小时你都干什么了 秦家定不搭枪 闭眼睁眼都是跟董言在一起的画面 他抱她放在沙发上 董言整着脸红的像过敏了 目光相对 他落荒而逃 秦家定没干实话实说 那一刻 他思想确实不再单纯了 从意识出来 秦家定换了身干净的水衣 不等董泽开口 先声道 别跟我说话 倒在床上 他一副困极了的模样 董泽黑了一声 他还有一肚子的话要问呢 但秦家定的反应 分明就是一晚上没睡 虽然他信得过秦家定的人品 也觉得两个人的进展 就算再快 也不至于这么快 但大家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就算真的那什么 那也是情理之中啊 所以话说回来 到底有没有事啊 带着这个疑问 董泽默默地吃着早餐 还真是他家楼下的那家 秦家定进宿舍楼的时候 就给董言发了微信 董言说 回去快点睡吧 都这么早了 秦家定面带笑容 现在要说晚安 还是早安 随便吧 我困得快要昏过去了 睡吧 睡醒了找你 哎 二十几个小时没睡 准确来说 这段时间以来 两个人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如今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下 终于可以安安心心 毫无顾忌地睡个昏天暗定 董言怕自己一睡不起 睡前特意订了个闹钟 秦家定的睡眠 他订个十个小时好了 反正再早他也起不来 很显然 董言高估了自己的睡眠质量 这么困 一睁开眼睛才睡了六个小时 更离谱的是 秦家定在五分钟之前 发来微信 请来给我发消息 不用亲眼看到本人 只要看到他的微信 都能够躺在床上 迷迷糊糊地笑起来 董言活了二十五年 终于体会到了恋爱的快乐 为什么没有早点 遇到秦家定呢 顿了一秒 反过劲来 不行 早遇见他也没戏 还容易犯罪 摸到床边的眼镜 董言给秦家定回复 我刚醒 你这是睡醒了 还是没睡醒 秦家定回得很快 睡醒了 你被我吵醒了 董言调侃 老了 睡不了那么久 自然醒 年轻人睡眠质量 也不怎么样 心里有事 睡不踏实 董言大胆猜测 该不会是心里有他吧 想直接这么问 怕不是又打脸 所以 中规中矩的回了句 什么事 怕你睡得少 醒得早 董言定睛看着屏幕 两秒后冷笑一声 你在挑衅我吗 手机里一头的秦家定 边发消息边笑 事实证明 你就睡了六个小时 董言想说 他是为谁才睡了六个小时的 要不是心里惦记着他 他能睡十六个小时 愤愤的 董言打字 以后你要找不到我 别怪我没给你回复 我肯定在睡觉 秦家定乖乖道歉 我说错了 董言故意忍着没回 几秒后 秦家定问 睡着了吗 董言勾起唇脚 仍旧不会 我去找你吧 董言的心像是被温柔化开的水 奇异的温暖 又奇异的柔和 伴随着难以言喻的开心和满足 像是秦家定的话 刚好说在了他的心卡上 都说喜欢一个人 就是想无时无刻的粘在一起 如果是这样的话 秦家定应该很喜欢他吧 秦家定的确很喜欢董言 喜欢的可以承认自己也是个俗人一妹 站在花店里 看着老板打包玫瑰 从前以为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做的事情 现在做的清车熟路 吃着碗里瞧着锅里 秦家定买花的时候还在想 送什么礼物给董言呢 他会喜欢呢 要不送只梦 敏江西说当给怀孕了 他有些诧异 孩子他爸是谁啊 不太确定 家里十几匹马 有一半都跟他玩得很好 秦家定觉得 当给怀孕 最后悔的人一定是秦战 毕竟当年 某驴险些意 脚让他断子绝孙 所以秦战坚决不给当给找另一把 谁料当给专吃窝边草 没驴 马也没放过 要不等当给生了 送董言一只小驴 也不知道他喜不喜欢驴 秦家定开车 熟门熟路的来到某小区门口 董言穿着件白色的长款羽绒服 戴着帽子站在马路沿上 手里的一大捧红玫瑰特别鲜艳 秦家定把车靠边停下 他刚下车 董言便把花递给他 大大方方的说 我送你 不等秦家定回答 他马上绕到副驾 结果车门一开 副驾同样一大束玫瑰花 两人隔着车 一下子被戳到了笑点 搬赏 董言道 咱俩不像谈恋爱的 像碰头交易的 第1022期 董言终于去上班的时候 给全公司订了很贵的点心和奶茶 众人围在一起 小声的议论 什么情况 有好消息啊 年纪早上来的时候 心情好像特别的好 整个人啊 如沐穿风 范范姐 有内幕吗 我真不知道 管风和起家 默默地喝着奶茶 期间 不着痕迹地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不敢说 办公室房门被人敲响 董言道 进来 范范推门而入 手里拿着杯咖啡 关门往里走 范范看到办公桌后面的人 董言没有坐着 而是单手撑腰站着在看电脑 怎么了 腰疼 不是 你那有多余的坐垫吗 我有一个 你哪不舒服 昨天不小心摔到尾椎骨了 尾椎骨可不是小事 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 就是客亲了 过两天就好了 怎么摔到尾椎骨了 别提了 两人聊了几句 范范从办公室里出来 外面一条人等着 催促道 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 我给忘了 原本大家怂恿他进去打探 董言心情好的来源 结果被尾椎骨给搅合得一干二净 最近董言情绪一波三折 大家每天察言观色 心情也跟着坐过山车 范范过来人 与众心肠的道 都别猜了 谨言慎行吧 齐家问心有愧 私下里找了个空档 把范范堵到了茶水间里 坦白从宽 范范听后眼睛一瞪 天姐真这么说的 齐家在一边看着门 一边频频点头 小声的 严姐说 她要是跟秦家定在一起 会通知我们的 下错单这么大的事 严姐都没有发脾气 我怎么觉着 她跟秦家定 已经在一起了呀 范范森存平刻 少说 少问 少查我 知道啊 上一次 都怪我嘴歉 我这不想着 要是严姐跟秦家定 真的在一起了 我得亲自跟秦家定 道个歉 要不然 我总觉得 都心里面不舒服 还说什么呢 我们全公司都得 给人家道个歉 毕竟是关老板的 欣赏人 怠慢不得 这头众人正想着 怎么集体赴金 请罪呢 公司里来了个快递 推着运货车 车上一个大箱子 说是董言订的 东西是给大家的 放下大箱子就走了 前台去敲董言的房门 董言出来一看 也是纳闷 公司的男职员 帮忙把箱子拆开了 大箱子里面 都是一份一份 独立包装 写着各个员工 名字的礼品带 女员工收到的是 巧克力香水 和限量版的公仔 男职员收到 最近大热的 游戏周边产品 和不公开发售的手办 一时间 整个公司里 都是此起彼伏的感叹 和感谢声 严姐 你看你 你生日还憋着 给我们送礼物 这都不好意思啊 就是 这个公司还可贵了 我都舍不得买 男职员们激动地说 老板 你怎么知道 我们想要这个 这些手办 都是科技的 周年典牆版 不对啊 发售 老板 你从哪儿搞来的 范范看了眼管风 哎 冯哥要哭了 董言看向管风 果然 管风看着手里的 游戏手办 眼眶发热 激动之情 溢于眼表 万语千言 他突然转过头 看向董言 义正言辞地说 你把我本命给我 我把我命给你 其余几个男职员 同样的表情 看着董言 敲了敲心口 所有的人都特别清醒 唯有董言一脸懵逼 好在 懵的时间不是很长 他越过层层 想要轻谈的女性同胞 杀出重围 回到办公室 本能地把门反锁上 拿起桌上的手机 还没等打电话呢 先看到上面的 未读微信 中午我去接你吃饭 你干嘛买那么多东西送来 尽量消除一点 大家对我的敌意 董言下意识地 往桌边移坐 微谷疼得 他马上站了起来 低下头 看着手机打字 你太高估他们那点心血 来潮的敌意了 解释清楚就好了 还没发出去 手机屏幕切换成了来电模式 董言接通 喂 没给你添麻烦吧 一句话 董言当即心软得一塌糊涂 轻声回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喜欢就好 他们也就是不知道是你送的 不然呢 都能给我推下来 换你当老板 我不要 你不当老板 我跟他们又没什么关系 他说的理所当然 董言听的是心乱如麻 顿了两秒才问 你中午想吃什么 我都行 你选 我也都行 我下课了 你忙完找我 我在你们公司楼下等你 董言脱口而出 我现在就忙完了 那我现在过去 你来公司吧 别有头 李有主 我不能白抢你功劳 秦家定一听就懂 沉默了一瞬 好 门外一帮人正沉浸在白日收礼的喜悦中 管风桌上两个礼品袋 献上旁人 一份上面是他的名字 另一份上面写的是风歌女朋友 这么大方又这么欣喜如沉的老板 打着探照灯都找不到 有人感慨 老板此举是不是在暗示咱们赶紧找对象啊 全公司就风格还有家属里 秦家正在刷朋友圈 朋友圈里全是公司同事晒的礼物照片 男同事们的手办 得到了其他公司男性同行的群线 大家都在疯狂的问 哪买的哪买的 QG的这款手办不是不对的发售吗 哥们真的假的 范范坐在管风隔壁中 某一刻突然灵光乍现 眉心微醋 哎 严谨又不是不知道你女朋友叫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写名字 此话一出 管风跟范范四目相对 狐疑 前台也没在前台待着 大家都在休息区 因此秦家定走进公司里面 才被人发现 几时双眼睛落在秦家定身上 范范立马起身勾起了唇角 钱都却来了 秦家定微笑 汗手 秦家起身说 我去见颜姐 董言不用叫 自己从办公室里出来 站到秦家定身边 他面向中人 秦家定 你们都见过 今天正式介绍一下 我男朋友 有人脸上表情意料之中 有人压着气氛惊诧 大家都在点着头 笑容中难免有三分的尴尬 董言又说 礼物是他送的 话音落下 众人脸上的表情 肉眼可见的从微微尴尬 迅速上升到了尊重 不知打谁开始 有人上前主动跟秦家定 握了握手 一本正经的说 你好姐夫 谢谢你的见面礼 正如秦家定没想到的 董言从愿意答应 到愿意公开 迅雷不及掩耳 董言也没想到 有钱难买心头好的 真相定理 会如此的立竿见影 俗话说得好 送礼未必再贵 但如果贵重到有钱都买不到 那肯定就是大礼了 当天中午 义乐全体职员 请董言和秦家定吃饭 一住两人 郎才女貌 忠诚眷属 二位之前信誓旦旦 错骂了好人而道歉 桌上大家高兴 一个借着一个的骑身 要敬秦家定酒 不等秦家定开口呢 董言先声道 冲我来 范范带头起哄 严安姐你这也太互端了吧 我们一大杯 姐夫一小杯 你们有多少人 心里没数吗 官方说 那就让妹夫迷一口行吧 董言眼都不眨的拒绝了 不行 姐夫下午还有课吗 董言抢先道 有没有课都不行 你们是不是人啊 人家送你们心头好 你们送人家出门倒 良心呢 我告诉你们啊 往后只要有他在的局 你们谁敢灌他一口酒 别把我背地里给你们穿小鞋 咒 众人齐声齐哄 秦家定坐在董言身旁不讲话 跟从前一样 但是又很大的不一样 从前他面无表情很难靠近的样子 如今他全程扬着嘴角 又安静又乖 吃完饭 董言对秦家定说 我送你回去 你等一下没事吗 要去趟工厂 下午还约了客户 怎么了 没怎么 你有事就去忙 不用送我 没事 我送你到学校 顺路去工厂 董言开车 把秦家定送到了夜大门口 秦家定没有马上下车 侧头问 晚上有空吗 有个早就约好的饭局 我尽量快点 装去九点半之前结束 不用急 工作要紧 我等你 董言心说 你也要紧 但是嘴上抹不开 指示道 好 晚上见 秦家定心里不舍 很想告诉董言 他最近客很少 下午就一见 他可以跟他一起去工厂 他又不会多话 不会影响他 但他不敢说 怕董言觉得他幼稚 我走了 你慢点开 在董言看来 秦家定伸转得毫不犹豫 没有拖泥带水 更别说不舍了 每次分别的时候都是这样 两人一个车里一个车外 董言对着车外的秦家定挥了下手 他下油门离开了 秦家定抿着唇 心里微微叹了口气 恋爱容易 谈更难 这中间的尺度太难把握了 像是分分钟要克制冲动的本能 他正屋子出神呢 忽然听到有人喊他 转头一看 不远处正走来的是荣浩和邓迎科 荣浩问 你一个人在这傻站着干嘛呢 第1023集 秦家定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扑克脸 不冷不热地说 你们洗澡就放假了 你不也在学校里傻呆着吗 荣浩道 丁丁丁晚上过来 可能要在夜城待一天 我们等他 你以为我们等你啊 谈个恋爱人影都看不见 几点到 八点半 晚上一起去 荣浩眸子微挑 你不用谈恋爱了吗 三人并排往学校里面走 秦家定目不挟视 一副懒得搭理的家事 邓迎科说 铁机很忙没空吧 荣浩见秦家定不知可逢 难得有剑缝插针的机会 哎 两个人不同步 是这样的 哪怕在同一个城市 也能谈成一地恋 你要小心了 追得容易 守住难 邓迎科看着秦家定道 你们洗马上要放假了 董燕姐姐的公司 什么时候放年假呀 你可以请她去深层玩啊 不知道 荣浩偏眼 你能不能别把恋爱 也谈得硬邦邦的 谁家初恋刚开始 跟黄昏恋要寿终正寝了一样 邓迎科怕秦家定嘴毒对荣浩 赶忙补了去 他的意思是你要主动点 积极些 不然女人都会觉得男方不上心 秦家定不便喜怒地说 接到丁丁姐 你们吃饭 我去找洞言 荣浩一瞪眼 连姐都不叫了 弟弟不叫姐 心思必定也呀 秦家定一声没坑 连眼神都没给她 直接在前面的一个路口 镜子拐了弯 荣浩看着她的背影嘀咕 从小拉着张出脸 也不知道董燕姐 怎么看上她的 邓迎科意味深长地说 尽是也能看清脸 晚上八点二十 秦家定 荣浩和邓迎科 开车来机场接人 结果丁丁的航班晚点了 九点过才到 丁丁刚从出口出来 就看见几个人 连忙说 对不起啊 我飞机晚点了 你们等半天了吧 邓迎科笑着回 没有 我们三个打游戏 时间一混就过去了 丁丁抬眼看着秦家定说 你们不用来接我 赶紧去找女朋友吧 我这几天都在夜城 咱们有空随时月 秦家定看了眼荣浩 荣浩紧张又强装冷静地解释 我不得跟丁丁姐说一声 你今晚不能来一起吃饭的原因吗 秦家定别开视线 对丁丁的 不着急 我们先回去 回市区的路上 几个人坐在车里聊天 邓迎科问 丁丁姐 你怎么突然要来夜城啊 我男朋友在夜城出差 正好我有几天假 过来看看他 那你叫他出来 一起吃个饭 不用 他今晚说是陪领导 见个客户 我没跟他说今晚过来 他以为我明天才到呢 邓迎科小的鸡嘴 丁丁姐这是不远千里 搞深夜惊喜啊 丁丁跟着打去 惊喜还是惊吓 全看他自己作风怎么样了 秦家定坐在副驾 一如既往的安静 只不过手里拿着手机 像是在等人的样子 丁丁主动说 家定 等会儿你随时走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你谈了女朋友 你有事都不用来接我 我们之间还客气这些干嘛 秦家定也没客气 我们明天约 话音刚落 捏在手里的手机 想了一下 是条微信 秦家定立马划开手机 消息的确是董言发的 却不是告诉他见面 而是说 不好意思啊丁哥 我这边临时有点事 你别等我 赶紧先吃饭 秦家定一刹那的失落 很快会 我能帮手忙吗 别担心 不是大问题 我能处理 抱歉啊 放你鸽子 后面跟了个90度 较准鞠躬的表情包 没事 你要忙完不累就找我 好 你别等我吃饭 嗯 你忙吧 秦家定把手机关了 驾驶为了容浩问 你去哪 我先送你 秦家定面无表情 不便喜怒的说 我跟你们一起吃 怎么了 他那边临时有事 那正好跟我们一起吃 我都怀疑姐姐是不是故意的 当天晚上 四个人坐在饭店的包厢里 门外的店员 时不时的能听到里面隐约传来的爆笑声 荣浩跟邓银科 旁若无人的把两人生活里的囚事拿出来调侃 丁丁笑的是上气不接下气 同样 丁丁也会一本正经的 把他工作中的无语说出来 让大家点评 看着他一脸懵逼的表情 荣浩和邓银科笑的是手舞阻挡 恨不能用手笔或暂停 等他缓缓再说 秦家定也喜欢这样的氛围 他跟荣浩认识十几年了 跟丁丁认识六七年 三个人曾经一起度过了一段特别重要的时光 那时 他跟荣浩憋着抢敏江西 一个想让敏江西当二婶 一个想让敏江西当大嫂 丁丁一边忙着备战高考 一边暗措措的喜欢荣誉精 如今一会儿 荣浩跟邓银科在一起 丁丁跟韩信阳在一起 秦家定不着痕迹的 在桌下面看了一眼手机 董言那边还是没有消息 喜间 丁丁谈到他跟韩信阳 叶成有公司要挖他 他这次除了出差 还要跟这边的公司的HR见面 荣浩问 他想来叶成吗 也不是想 看条件吧 如果对方看了个不能拒绝的条件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邓银科问 你男朋友来夜城 你怎么办啊 他之前最担心的也是这点 我说不用纠结 比起异地恋 好工作更难求 你考虑来夜城发展吗 暂时没这个打算 我在深城的工作挺好的 有朋友有熟人 不想像个尾巴似的 男朋友走哪我就跟到哪 邓银科若有所思 嗯 也是 毕竟像我跟阿科这样的少 志同道合还能考上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专业 大多数都在面临选择 秦家定女朋友还是服装公司老板呢 丁丁闻言 看向秦家定 笑着说 听荣浩说 姐姐是个大伪女 有机会的话 大家一起见面吃个饭 认识一下吗 我跟他约时间 荣浩调侃 你也有掰着手指头 等别人的一天啊 很正常啊 男朋友等会女朋友怎么了 你平时不等阿科吗 荣浩撑着下巴等 等无所谓 主要是等得起锁 你看他那一连老和尚打坐 看破红尘的样 我怕人家跟他在一起三天就想出嫁 秦家定本就心烦 到底该如何跟董言相处 气不能往自己身上撒 一个眼神落在了荣浩的身上 大家都太熟悉这眼神背后的含义是什么了 邓迎科下意识的离荣浩远了点 省得待会儿见一身血 丁丁赶忙出声说 你怎么知道家定背地里跟女朋友在一起是什么样 说不定人家姐姐就喜欢这种少言寡语的 荣浩喝了不少的酒 此时酒壮怂人胆 丁丁姐 你说实话 谁会喜欢男朋友成天顶着张冰块脸 冰块脸上再放个品尖喝点红的嘴 我这说的都是金玉良言 怕他哪天被人提分手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丁丁一本正经地劝和 按道理 一个猴一个栓法 后面的话还没等说完呢 邓迎科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对不起 我没忍住 丁丁马上跟秦家定结识 我没说你是猴啊 秦家定什么都没说 只是勾起左侧的唇角 他轻易不笑的 除非是忍不住 他这一笑 气氛没先前那么紧张了 丁丁也是担心地说 女朋友还是要多哄一哄的 谁不喜欢听好话啊 大美女你夸得好看 她也会高兴 不会写你明知故书 秦家定一时松懈 说些明摆着的事 你们不觉得多此一举吗 邓迎科第一个摇头 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 你夸我我肯定高兴啊 你说我是吃货 我肯定觉得你多此一举 尤其是我们这种 本身对自己没什么认知的人 很需要身边人的鼓励 海星阳天天夸我 刚开始我觉得他夸张了 现在我觉得 是我以前太低调了 我就是这么棒 容浩总结性陈述 夸就完了 嘴甜一点 脸上笑容多点 喜欢就大声说出来 别指望谁都能跟江西姐一样 一眼就看出你在想什么 秦家定沉默了半上 突然抬起头来 为什么都在教我怎么谈恋爱 我有说不会吗 丁丁赶忙说 没叫没叫 大家都不是关公 谁也不用耍大刀啊 就是 大家都是菜鸡 举杯喝酒 秦家定的心情好了些 就是嘛 对比容浩和丁丁不怎么成功的上一段 好歹他现在还没有败机 从九点半到十点半 又从十点半到十二点 四个人难得的在夜城聚在一起 喝多了 容浩 邓迎客和丁丁 体现在话多上 秦家定溜出包间 站在走廊的一处没人的地方 拨了个号码 把手机贴在耳边 电话接通 手机里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等级了吧 我这边刚忙完 我正想找你 秦家定吹着浓密的睫毛 没张嘴 只是嗡了一声 董言听不出息怒 道歉解释 他今天为什么搞这么晚 秦家定听后 还是不冷不热的 嗯 生气了吗 没有 董言的声音轻轻的 带着几分哄意 我的问题 你说这事怎么白饼 我不跟你讨价还价 秦家定声音很低 真的 董言半边怜微麻 严谨一概 真的 秦家定沉默了片刻 低声道 我不用你跟我道歉 我就想知道 你也想我吗 董言庆幸 此刻只是打电话 不然他会疯的 哪怕隔着手机 他现在也没好到哪去 整个人一瞬间的手足无措 张嘴吸了几秒钟的空气 他慢慢徘徊 你不是明知过问吗 这句话 刚好撞到了秦家定的枪口上 想到一整晚在聊的话题 他几乎没有迟疑地说 我一直在想你 不是一点想 董言从半边连 麻到半边深 几个小时没见 秦家定怎么成这样了 第1024集 短暂的几秒安静 董言问 你喝酒了 秦家定的声音乖顺 嗯 你在哪 我去找你 你在哪 我去接你 秦家定说了饭店的地址 我现在过去 嗯 虽然我想快点见你 但你还是慢点看 跟谁在一起啊 喝成这样 电话挂断 秦家定回到包间 另外三个人都没有发现他出去 毕竟他坐在桌上也不怎么说话 容后看着他 双眼迷离 你什么时候出去的 秦家定重新坐下 等一下董言过来 你笑什么 秦家定一瞬间恍惚 他笑了吗 哎 你女朋友要来吗 秦家定隐声 丁丁背靠着一背 努力撑开眼皮 让人拿点酸奶 新新酒 别初次见面 就给人留下一个醉鬼的印象 还好 没喝多 容后乐出声来 丁丁姐好歹知道自己喝多了 这儿还有个不知道的 秦家定淡淡地撇了过去 你喝的都出现幻觉了 容后拉着邓迎科 给自己作证 他刚才是不是笑了 邓迎科点头 两个三在一起 也不能当诈用 容后马上看响了丁丁 丁丁姐 他刚进来的时候 是不是在笑 丁丁眨了眨眼睛 嗯 好像是 等一下我让人送你们三个回去 别跟外面丢人了 董言敲门而入的时候 桌上四个人还在掰扯 喝美喝多的问题 秦家定看到他的第一眼 无意识地勾起唇角 董言看到三张熟悉的面孔 这才自信地往里走 容后和邓迎科出声打招呼 丁丁也站了起来 笑着说 你好 你好 我朋友 丁丁丁 我女朋友 董言 董言和丁丁互相点头 秦家定干脆利落 我们先走了 容后和邓迎科的 拜拜 董言姐 秦家定对丁丁说 明天月 丁丁点头 嗯 你们慢点啊 秦家定在包厢里面拉起董言的手 出了包厢 董言问 今天什么日子 其实他想问 什么日子 你喝这么多酒 秦家定看着前面 不嫌不淡地回 你放我鸽子的日子 董言瞬间愧疚 我也没想到 突然出事搞到这么晚 早知道 原谅你了 秦家定的声音 压过了董言的解释 董言身体麻了一下 忍着心底嫉妒 出了饭店大门时 他出声说 今天太晚了 你明天还要早起 我送你回学校 秦家定侧头看向他 你来找我 就是想送我走的 董言看到秦家定眼底 不同白日的清明 他明显喝多了 可让人招架不住的气场 却丝毫没变 他眼球微微晃动 不是 主要你也吃过饭了 我没吃 一直在等你 董言重新定睛 看着秦家定 他表情认真 夹杂着一抹 似有若无的委屈 心底煞时间一软 董言道 你等我干嘛 刚开口就知道 现在说这些没用 他话锋一转 不吃饭 还喝这么多酒 我也不要了 秦家定目不转睛 等你跟我一起吃 董言心想 求求了 别再说了 真扛不住我 不住痕迹地吸了口气 董言问 想吃什么 我带你去 不想在外面吃 董言微顿 还是问 回家订餐 还是我给你做 回家 他的重点 没放在车上 董言多想了 又当时什么都没想 他也喝了酒 打车来 这会儿又打车 带秦家定回家 两人坐在出租车后座 手拉着手 一路无言 进了家门 董言又问了句 你想吃什么 你去玩吧 我坐 董言忍不住 大晚上的 我有什么好玩的 你坐着吧 我去看看 还有什么吃的 秦家定突然伸手 拉住董言的手臂 我去 董言抬眼看着秦家定 我有醒酒药 你吃吗 秦家定一眨不眨地 逆着董言的脸 只看得他脸红心跳 他说 我没喝多 喝多了就不会记得 你做饭难吃 什么叫心情一波三折 董言上一秒还觉得 气氛暧昧 下一秒就被一盆冷水 兜头浇灭 秦家定眼看着他的表情 从紧张到舒展 再到怀疑人生 一个没忍住 他笑出声来 董言眉头一簇 果然酒喝土真言 一不小心啊 把神话突露出来了吧 我还有更实在的话 董言躺平 来 择日不如撞日 你说 秦家定目不转睛 我喜欢你 很喜欢 每天都在想你 想找你 又怕你嫌我烦 觉得我粘人 想你有没有想我 有多少喜欢我 会不会觉得我性格不好 有没有觉得 跟我在一起不开心 会不会后悔 要不要跟你说心里话 董言听到耳边 传来微微的嗡鸣声 血液又是猛的一凉 而后原地反弹 浑身都变得燥热 看着秦家定的脸 他那样的真诚 带着些许的无措 有个念头 在脑海中一上而逝 董言觉得 自己该三思 可是三思过后 也许就不是 他想要的东西了 往前跨了一步 董言一手捞住 秦家定的脖子 点起脚尖 仰头在他唇上 亲了一下 只一碰 刚处到比身体 任何地方 部位都要柔软的组织 他适可而止 刚要退开 面前的秦家定 突然将他引捞 董言被他按在了身前 面前的光线随之一按 使秦家定低下头 董言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可当灼热的气息笼罩 柔软再次触碰 他还是控制不住 浑身僵直 下意识地微微垂头 秦家定没有抬他的下巴 而是把头低下去 牵就他 他那样高的个子 弯下来只为了吻他 怎么想 怎么让人面红耳之 要说董言完全没有想过 这样的结果 假了 但他真的没有想到 秦家定是个碰不得的主 看他平日里 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冷模样 他以为就算两个人敬吻 也是发呼情指护理 谁想 不知不觉间 董言头越来越低 秦家定的唇贴近他的耳边 滴滴地问 这样不可以吗 董言外套还没脱 从里往外地蒸腾 脸和脖子一样的红 他怎么都说不出 可以两个字 秦家定贴着他 片刻沉默 伸手抬起他的脸 垂着浓密的睫毛 重新压了上去 董言闭着眼 像个掩耳盗铃的忠诚信徒 眼不见心不乱 他没有再怕 直到唇瓣被很自然地破开 口中多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董言崩得石头一样硬 一动不动 身体和嘴唇都是 他甚至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面前滚热 那是秦家定的温度 他那样温柔又浅卷地霸着他 一寸不离 五秒 十秒 乐此不疲 时间一长 董言憋不住了 悄无声息地放开呼吸 身体一软 连带着紧绷的脸部也随之放松 脸一放松 口中的舌头一不小心动了一下 之前都是秦家定主动 他突然回应 让秦家定微微睁开眼 董言也睁开眼 两人隔着眼镜 四目相对 他从他眼中看到了迷人的沉溺 秦家定抬起手 摘掉董言脸上的眼镜 反手放在身后的鞋柜上 董言的视线略微模糊 秦家定带着他往前 他连续退了两步 后背就这样贴在身后的一面墙上 光线一暗 唇再次被人挑开 在一在二 轻车熟漏 董言意识混乱又清晰 混乱是血液上头 清晰是明明白白地知道 此刻抵制自己的人是谁 父母过世后 家里就剩下他跟董泽 他是姐姐 他要挺起门户 他不能做错事 不能冲动 不能肆意妄为 不能随心所欲 不能做的太多太多了 他早就养成了凡事 三次而后行的习惯 可是这一刻 董言突然就想放人一回 抬起双臂 董言搂住秦家定的脖隔 将人更拉近了几分 秦家定也是二话不说 压得死死的 两人靠在进门玄关处接吻 这一刻没有任何外界干扰 也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干扰 他们直弱彼此 喜欢是本能 喜欢在一起也是本能 当吻已经无法对冲体内的疯狂喜欢 董言不由地想 等一下会不会发生什么 如果秦家定想 他要拒绝吗 他会想吗 董言闭着眼睛 鄙视自己在接吻途中 还要三心二意的 正想着 身体突然腾空而起 某处尖锐的刺痛 让他忍不住喊了一声 秦家定睁开眼 眼底除了未平的妄言 还有难掩的意外 他问 怎么了 董言被他抱着 双腿不着地 后背紧贴着墙壁 这样的姿势 谁看到都得道一声 年轻人好妖领 然而 董言双手紧紧地抓着秦家定的衣服 表情是一言难尽 围固他 很难有人从秦家定脸上看到猛的表情 董言猜测 秦家定心里肯定在想 围固是个什么玩意儿 吃一片刻秦家定开口 我刚刚撞疼你了吗 第1025集 董言脸色通红 不是 早上摔的 秦家定又顿了几秒 现在能动吗 董言不敢看他的脸 硬着头皮回 没事 你放我下来吧 你抓住 说吧 他抱着董言转身往客厅方向走 玄关很深 客厅里没有开灯 秦家定借着玄关的光亮 避开茶几 弯腰把董言放在沙发上 董言轻微的一个侧身 避免围固承重 很欣慰的动作 秦家定第一时间问 很疼吗 董言很快地回 还好 范范说陪他去医院 秦家定说 你趴下 我给你揉揉 董言脑袋嗡的一下 身上的火快要把外套烧着了 任何人说这话 他都会觉得是骚扰 唯独秦家定 他知道他是真心的 也许是客厅光暗 看不清脸 也许是酒壮色人胆 董言的那句不用 终是没有说出口 听话了翻了面身 背朝上 秦家定的手心 落在董言的屁股上 这里吗 下面一点 紧张的舌头都捋直了 而话音都没有了 秦家定把掌心 往下面移了半寸 这样疼吗 董言趴在沙发上 面朝沙发背 一个人嘀咕 明天再不好 我真得厚着脸皮 去医院看看了 今天一天 没敢做实测 我现在陪你去 算了 我再给他一碗的机会 我这样揉 你会好点吗 董言脸上能尖皮板烧 闭着眼睛嗡了一声 秦家定也没说话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揉 董言发誓 他不说话是在想 怎么顺理成章地开灯 面对秦家定 怎么才能够显得云淡风轻 他还没吃饭呢 他给他做点什么好呢 结果他睡着了 睡得是昏天安定 意识里一片黑 连梦都没有做 撒一睁眼 人在床上 更往常无异 董言本能地抬手摸手机 手机不在床头柜上 撑起上半身一看 眼镜也不在 眉头猝起 他刚要回忆 突然 门外传来一些声响 独居惯了 董言第一反应就是 家里进来人了 从床上翻身而起 他从床和床头柜的缝隙里 摸到了董泽 买给他的碧梨棍 小心翼翼地来到门边 门外一片安静 他缓缓地打开房门 秦家定刚好从厨房 端着砂锅走出来 跟拎着碧梨棍的董言 目光相对 董言比看见坏人还要惊恐 你怎么在这儿 已经到了嘴边 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了 两人贴在玄关墙壁上 耳边撕膜的画面 脸色肉眼可见的 突然变红 董言立即把碧梨棍 拿到了身后 秦家定问 好点了吗 嗯 尾骨还疼吗 董言这才回忆起 更让他想挖地三尺的另一幕了 嗯 他磕巴着点了下头 没事 好了 收拾一下 吃饭吧 董言来到餐桌边 秦家定把砂锅打开 视线和味觉的双重冲击 他做了一份叉烧饭 要不是认识自家锅 也看过秦家定做饭 董言肯定要以为 他从哪定回来的 你也太厉害了吧 董言不恋赞美 我厉害的地方还很多 你慢慢发现 董言一不小心 想到了他将他抱起 抵在墙壁上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那该死的尾骨 董言拿到手机的时候才知道 现在已经上午九点多了 跟秦家定面对面吃饭 董言说 你上午没课吗 有 让董子帮我请假了 全席第一 也别无缘无故旷课 不是无缘无故 请了世家 他理由充分 董言一时间很难以反驳 主要碗里的饭很好吃 他问 这个也是跟你二审学的 嗯 秦家定先是淡定地应了一声 继而道 认识他以前 我以为波罗要水洗 董言始料不及 当场笑出声 秦家定眼皮一心 不够言笑地看着他 董言马上连起了笑容 一本正经 可爱 没有嘲笑你的意思 你现在很厉害啊 什么都会做 我还 四季此处 董言神色一变 话锋一转 你昨天是不是说我做饭难吃来着 秦家定一炸不炸 什么时候 董言目光如炬 就在门口 我只记得 我亲了你 董言的脸上 一瞬间变得跟锅里的叉烧一样色 秦家定面不改色 心不挑地说 你现在坐着 尾骨还疼吗 董言低头吃饭 摇头 没事了 比之前好多了 你昨天睡着了 我帮你揉了几个小时 董言没有喷饭 只觉得这口饭很难下咽 拿起旁边的汤往下涮 他垂着视线说 汤也好喝 汤是买的 怪不得没有饭好吃 秦家定眼底瞬间亮起了笑意 他不是个容易被讨好的人 只是董言很容易能让他高兴 吃完饭 董言开车送秦家定回学校 车停在路边 董言说 慢点 秦家定挤开安全带 轻身揽过董言的后颈 没有问他可不可以 直接侧头吻在他的唇上 慢点开车 我走了 说吧 他利落地推开了车门下车 董言还蒙着 看到车外的秦家定 把手放在耳边 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 他红着脸 木嫩地点头 活像是秦家定二十五 他只有十九 这会儿上午课已经结束了 秦家定直接回寝室 董则正坐在电脑前吃饭呢 尾声 侧头 假摸假式地把筷子一放 前天凌晨 昨天早上 今天中午啊 你还知道回来啊 干脆住我家好了 秦家定心情极好 竟是对董则露出了一个和颜月色的微笑 董则当时厚集了一阵冷风 秦家定说 你是小辈儿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董则沉默近十秒才后知后觉 我怎么就是你小辈儿了 秦家定边脱衣服边说 反我姐夫 你不吃亏 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正经人 正经人夜不归宿 秦家定脱完外套 正在脱尾衣 文言 头也不回 我跟你之间 除了正经还能有什么 你什么意思啊 合着你跟我姐就能不正经了呗 秦家定一言不发 迈步往玉石方向走 董则快要气死了 他又这样 谁来告诉他 他该怎样白挣这份扭曲的心态 他既希望秦家定跟董言在一起 又不希望两个人这么快就在一起 也不是怕董言被抢走 毕竟董言原本就不怎么搭理他 主要秦家定以前 可是24小时在他身边的 现在好吗 他一顿撮合 最后搞得自己成空巢 青年了 最近几天 学校里的人正在慢慢的减少 各个系前后考试 学生相继放寒假回家过年 原本敏江西和秦湛 要来夜城接人的 结果秦家定提前打电话回家 不用来接我 我有事要在夜城待几天 敏江西早就第一时间知道 他谈恋爱的事 荣耗通风报信的 电话里面说别的 等到挂断 敏江西跟秦湛说 家定不用我们接 他要接夜城多待几天 秦湛也知道秦家定谈恋爱的事 保镖说秦家定在董言家里 越留越晚 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 秦湛道 没办法 他长大了 你不能控制他的天性 敏江西面无表情 谁说我要控制他了 你现在的表情就是儿子家人吗 除了你 谁会在忠目亏亏之下 喊着让女方娶你 嫁娶不过就是个说法 找到那个人才是最重要的 敏江西有些出神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他才十二岁 我刚认识他的时候 我才十六岁 大哥跟家定 认识十九年了 秦湛懂他的点 波兰不惊地接到 是 要难过也是他最难过 敏江西无声勾起唇角 有人垫顶就好 现在南方法定 结婚年龄在二十二 这么想 你心情能更好 你说 他以后还会回神城吗 你想让他回来吗 他开心就好 现在就乐不自处了 敏江西不说话 秦湛骂 臭小子 有爱情就不要亲情 乖乖跟田田有没有 他让我叫人 把田田和乖乖送到叶城 美得他 自己不回来还带俩走 敏江西沉默了片刻 面色如常地说 有人以后陪他招猫逗狗 陪他打游戏 好事 秦湛伸手拦住敏江西的肩膀 别失落 你还有我呢 敏江西说了句大实话 你再不是很正常吗 哪天你要走 倒直的说说 我现在已经给不了你新鲜感了吗 你看我表情 他漂亮的脸上 大写得波澜不惊 秦湛受不了这委屈 上一秒还做得好好的 下一秒 突然低头 将敏江西扛到肩膀上 起身往里走 敏江西被倒空的脖子泛红 嘴上却不饶人 老招数 一点创意都没有 秦湛也不反驳 敏江西就知道完了 这男人一般还嘴的时候 心还没那么狠 如果嘴都不还了 肯定是憋着要在别处找回来的 第1026集 夜大放寒假 董则只跟秦家定和董言混了一天 有眼力见的打着约朋友去东城滑雪的旗号 麻溜闪人 给两人疼地方 董言还是心疼他 你不用出去 就在一起玩 他又不会拿你当外人 董则一听这话 莫名的有点心酸 他跟董言认识多少年了 秦家定跟董言才认识多久啊 好吗 一不留神 他出局了 心底已经做好 天要下雪 即要嫁人的准备 董则面色无意的灰 我真约了朋友 以前放假想多陪陪你 现在你有人陪 我可算能自己出去撒花了 现在的局势啊 就是你好我好他也好 大家都好 那你注意安全 早点回来 我提前帮你把回来的机票订好 临到过年了 我好订票了 董则嘴声应着 心里还是难免吃醋 也不多拉扯几轮 跟董言这边打好招呼 董则又去秦家定面前说 我明天走 急电个飞机 上午十一点半 我看早上八点五十还有一趟 董则立马炸毛了 今天半夜还有一趟呢 要不你干脆拍私人飞机 现在给我送过就好了 秦家定唇角微钩 不气返向 开玩笑的 记得你的情 董则鲜少见到这样的秦家定 差点把开心两个字 吻在脸上 斜着眼 他出声警告 你要对我姐不好 我真跟你拼命啊 过完年接你们来宣城 带你去我家看宠物 董则没出息的心情转好 行吧 我姐找个外地男朋友 我就当多个地方旅游了 秦家定突然说 听说王老五老板的二女儿 看上你了 老板娘让你姐带你过去相亲 董则微愣 紧接着道 行行 秦家定不知所谓 我记得老板家三个女儿 洋洋 心心 月亮 不清楚 我只知道他家冷面 烤饼 土豆片 都好吃 秦家定脸上带着笑 董则一脸无语的表情 行了 知道你心情好 上我姐那显摆你的幽默去吧 明天送你去机场 等你走了 我安心陪他 董则最近频繁被热猫 温言说 合着我在还让你不安心了呗 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 秦家定的心 不能说路人皆知 只能说保镖皆知吧 一进去就一晚上 一晚上不出来 包括董则都误以为 两人已经在一起了 只剩爱着他这个电灯泡 不好当着他的面住在一起 然而 董言心知肚明 他跟秦家定 还指到接吻的地步 虽然每次都会吻得血流 他大姨妈来了 头两天很不舒服 董言嘴上没说 没想到秦家定居然发现了 给他煮了山楂红糖汁 董言特纳闷 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 秦家定面无表情 以前不懂的时候 跟我二婶喝了好几个月 董言蹙不及防地想 下面一热 连带着小腹也冲了一下 他脸上表情细微变化 秦家定马上问 很疼 董言很是尴尬 还好 比以前好多了 因为有我吗 董言心下一慌 脑中第一反应就是 怎么混过去啊 可是想了想 话到嘴边 他略微有点小不自在地会 可能吧 只是可能 心情好 藤也比较能忍 秦家定眼底 马上浮现出 忍不住的笑意 董言顺时说 高兴就笑 别憋着 秦家定仰起唇角 俊美精致的脸 像是融化的冰雕 依旧好看 却特别暖 董言健壮 半开玩笑 半认真的说 你以后 别对着其他女孩笑 秦家定笑盈盈的 望着董言 知道 这回轮到董言笑了 友情饮水饱 得秦家定者 痛惊也不闹 大学放假 夜城里大部分公司 还没有放年假 一问也是 董言每天还要上班 也有退不掉的应酬 秦家定不想让董言为难 秉持着有话直说的宗旨 你别因为我推掉本该有的计划 也别影响工作 不会 董言还没等说完 秦家定 镇定自若地说 你带上我 当我去你公司实习 我不会打扰你 你该工作工作 该应酬应酬 拿我当跟班就行 董言一脸惊恐 秦家定就知道他要拒绝 先发执人 我不想你忙工作 还要顾着我 你要觉得不方便 我就先回深城 等你放假带来找你 董言原本真要拒绝的 文言立马觉得 也不是不能带他去 当天晚上 秦家定就坐在了董言 跟其他人的饭局上 身边泛泛惊讶的要死 心说色令至昏呢 严姐是有多喜欢秦家定 已经到了走哪都要待在身边的地步了 而秦家定以前多难亲近的一个人呢 眼下还主动微笑着跟他打招呼 死了死了 范范抽空给董言发了个微信 严姐 需要我先走吧 董言当着秦家定的面 侧头对范范说 又要哪走 还想带新跑班 范范对看过来的秦家定 露出尴尬而不是礼貌的微笑 摸了摸脖子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惊讶少了 范范姐 我没影响你工作吧 范范立马腰杆挺直了 连连摇头 没有没有 我怕影响你们两个 工作场合 我没影响你们就好 不会 等下结束 我们先送你回去 不用麻烦 你们忙你们的 出门就是二号地铁 董言耳听的两人相互客套 恨不能换张临生活 往后 他是别想在公司这帮人面前抬起头了 三人坐了一小会儿 包厢房门被人推开 进来三个人 两男一女 董言起身 笑着打招呼 双方互相介绍 秦家定理所当然的成了义乐的职员 男老板看了眼秦家定 笑着说 董总好眼光 公司里都是帅哥美女 大家都一样 期间需要喝酒 秦家定第一时间拿起杯子 我干杯 您随意 说吧 不等对方出声 秦家定已经干了 董言拦都拦不住 面对对方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解释道 刚来公司 年轻人直来直去 男老板斗秦家定 你知道我跟你们老板的关系 我俩喝酒 从来不需要别人提的吗 秦家定表情坦荡 说话更加坦荡 在座的一半是女生 女生都知道 一个月总有那么几天 不能喝酒的日子 今天我陪你 改天您再跟我老板约时间 这话说的没毛病 可不能细听 董言不方便 他是怎么知道的 眼看着对面三个人 全部欲言又止 董言也不藏着掖着 边笑边说 不闹了 张总 跟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平地一声雷 意外的不光是对家 还有范范 此时范范的内心是 窝底个神啊 他原本无法想象 董言竟然会这么宠一个人 允许秦家定来工作返局 还介绍给工作伙伴 如果这都不算爱 他有什么好悲哀 结果意料之中 张总瞠目结舌了片刻 我就说嘛 原来是你男朋友 幸会幸会 秦家定跟张总握手 张总对着董言笑意伸长 带男朋友来分局 他真是你们公司之缘吗 董言河豚发怒 全凭着一股气 硬着头皮陪笑 不是我们公司的 在哪高救啊 还在上学 张总双眼一瞪 哟 董总可以啊 董言脸已经红了 秦家定坐在一旁 面不该色地说 您别逗他 他不好意思 以后该不带我出来了 泛泛激动地低下头 双手捏着大腿 强忍着不踩缝纫机 董言的脸微微发麻 一瞬间不知道 该做什么表情才好 今天见面的客户是老朋友 对方无以为难 只有祝福 年前 把明后两年的合同 都搞定了 张总也是个明白人 很快就提了结束 说是不耽误年轻人谈恋爱 几人在饭店门口 兵分两路 秦家定喝了酒 董言开车 先把饭饭送回去 而后 车上就剩下两人 秦家定安静地坐在副驾 董言主动地 这种场合很无聊吧 看都有谁在 董言抿了下唇 压住唇角上扬的冲动 以前没发现你这么会说话 以前我也不是你男朋友 董言无言以对 你想去深城过年吗 董言目光明显紧张 贸然过去不太好吧 我家里人知道我们在谈恋爱 董言更加紧张 他们随时欢迎你过去 替我谢谢你家里人 我给他们准备了一点小礼物 你走的时候帮忙带回去 秦家定没有出声 动言又说 我今年就不去你那了 看看明年 或者你家里人什么时候有空来夜城 我招待他们 他说得小心谨慎 怕秦家定多想 车内昏暗 秦家定隐在暗处 声音如常 都行 反正来日放长 我跟你在一起 又不是只谈一天两天 等什么时候你觉得时机合适 见我家里人不会尴尬唐突 我们随时回去 第1027期 董言没想到秦家定懂他的点 突然跑去深城见秦家人 除了尴尬和冒昧之外 还有成年人的敏感 秦家是什么背景 他这才跟秦家定谈几天恋爱啊 过年就巴巴的跑过去 人家招待是人家有礼貌 不代表他真的可以这么做 万一 万一他跟秦家定谈没多久就掰了 跑着一趟只能给对方徒增烦恼 秦家定没有觉得他是在白谱 董言最近第N字感叹了 他真的是不仅高智商 情商也很高 同样 嘴有多毒 酒有多甜 全看对谁 晚上九点多 两个人回家 董言不舒服 秦家定没拉着他一起打游戏 两人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知道董言胆不大 秦家定也没选择恐怖片 跳了一部早些年间的港台电影 然后把灯关了 秦家定关灯是习惯 以前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 都是在单独的放映室 董言心有异样 嘴上也没说什么 两人肩并肩 秦家定握住他的手 电影开始几分钟 秦家定侧头 这么坐着累不累 还行 秦家定第一声说 累了就跨我身上 客厅四周昏暗 只有对面的屏幕 投来一片光亮 董言习惯性地拒绝 可是锦衣瞬间就想通了 跟别人过不去就算了 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 他本来就是想靠上去的 把手从秦家定的掌心中抽出来 董言干脆利落地挽住秦家定的胳膊 重新跟他食指相扣 头一顺势贴在了他的肩膀上 嗯 这个姿势果然比直挺挺的舒服多了 电视里放着一部喜剧片 九十年代的港式幽默 其实并不符合当下人的笑点 但盛在还有情怀 董言时不时地乐出声来 秦家定说 原来你喜欢这种梗 也不是谁做都会笑 只有新爷和大叔才能戳我笑点 我呢 董言正看得乐呵呢 随口回了去 你戳的不是我笑点 我是什么点 你猜 遥控器就在秦家定的左手边 董言只觉得眼前忽然一黑 电视暗了 整个房间都黑了 他没看到秦家定的动作 抬头道 怎么搞的 黑暗中 秦家定掰过他的脸 董言闻到了熟悉的呼吸 被熟悉的柔软触碰 某个人动作熟练地撬开 董言闭上眼睛 逆来顺盛 随着这几吻的时长 董言身上是越来越糟 那股想要从秦家定身上掠夺的冲动感 也越来越强 董言的手在黑暗中 抓紧腿上的抱枕 难免走神地去想 这样下去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秦家定也不能告诉董言 什么才是头 他的蚊顺着他的唇角来到耳边 然后是下额 脖梗 董言今天穿着一件威领的小衫 秦家定就像吸血鬼 一路通畅无阻 董言浑身汗毛疏离 却仍未有任何的抵抗 直到秦家定轻身压过来 董言扛不住 被他按倒在了沙发上 董言觉得自己已经够热了 可秦家定的体温让他觉得碰到了要一起烧起来 他在他耳边 董言满脑子只有四个字 耳边撕磨 秦家定就是个妖怪 会蛊惑人心的大腰 修炼很多年 找了个很年轻的皮能钻进去而已 董言不会不知道他想什么 喉咙翻滚 董言不得不低声提醒 我现在不行 董言没想到秦家定会说 我知道 他知道 只不过呼吸滚热 气息不稳 董言体内瞬间升高了几度 感觉两个人周围蒙了层热浪 秦家定附在董言的耳畔 低声说 我就想抱下你 董言脑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遗传大字 我信你个鬼 可能这就是男人 无论多大年纪 只用对性别入座 可是话又说回来 董言门心自问 他也不是什么有准则 有底线的良善 若不是爱着这位亲戚 他可能 也许大概率 不会叫停 黑暗中 两人在沙发上相拥 秦家定把脸埋在了董言的脸庞 每一次呼吸 都睁得他浑身发烫 董言被他喘得魂不守舍 过了一会儿 抬手摸了摸他的头 归时神差地说 坚持住 嗯 秦家定很乖地点了下头 这一下 仿佛点在了董言的心尖上 他心柔软地发疼 缓缓侧过头 他吻在秦家定的唇角上 秦家定立即寄予回应 渐渐的 董言发觉 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场大行凌迟 场地是他的 主角 其一是他 开始是他 但不行的也是他 衣服潮湿 秦家定额前的刘海 垂在眉宇间 撑着双臂 看着身下的董言 声音极低地说 我想去下洗手间 好 秦家定翻身而下 董言身上的重量顷刻间消失 客厅里亮起了一片微光 是从洗手间里传来的 董言一个人躺在沙发上 久久不能平静 但秦家定真的去了好久 久到董言从躺着变成了坐着 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和时间 都快二十分钟了 没事吧 又过了一会儿 浴室的房门打开 秦家定的声音传来 我能在你这儿洗澡吗 董言赶紧从沙发上起来 走着能看到洗手间门口的地方 秦家定站在那里 灯光从他身后照来 他头发看起来像是半湿的 董言很快地点头 好 你洗 我给你拿换洗衣服 他掉头回了自己的卧室 转眼间就拿了一套水衣 难适的 递给秦家定时说 我给你做的 本来想等你回生城的时候再给你 秦家定接过 谢谢 董言不敢看他的脸 快去洗吧 换下来的衣服扔在洗衣篮里 嗯 你等我一下 我很快 我不着急 董言不知道自己哪里说错了 只见秦家定勾起唇脚 又对他笑 他不知所谓 却一下子红了脸 抬手推开了洗手间的房门 硬是把两个人之间的视线隔开了 秦家定去洗澡 董言也浑身潮得不舒服 干脆也回房间洗了个澡 他已经洗得很快了 出来的时候 还是在客厅里看到了一身白色睡衣的秦家定 他亲手设计的睡衣 袖口处有秦家定的名字缩写 秦家定抬眼看到董言 他穿着身黑色睡衣 跟他身上的同款不同色 秦家定脸上瞬间浮上了笑容 董言站在茶几前端详着 还得是我的眼力 不用量就很合身 只有我们两个才有 不然呢 情侣还能做出三日份 我还没给你准备礼物 你不知道我看见你有多高兴吗 还要什么礼物啊 这是真心话 但董言还是有点后悔 幸亏他是站着不是走着 不然能给他腻一根头 秦家定脸上笑容明显变大 甚至笑出声来 董言耿着脖子说 我知道刚才那句油腻了 看在我给你做睡衣的份上 能不能给裁缝留点面子 秦家定眼角眉梢都是浓浓的笑意 他什么都没说 只是张开双臂 他是张开 不是抬起 想抱他 不是求抱抱 董言不止一次地觉得 秦家定举手投足间都是男人味 跟男孩扒杆子打不到一起 他浑身上下唯一能证明他不大的 就是那张他不爱拿出来的身份证 主动投怀送抱还是有些别扭 毕竟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太久 但眼下不是没有外人在吗 董言绕过茶几 扑过去搂住秦家定的脖隔 秦家定缓住他的腰 两人的身上是同款沐浴液的味道 他们还是把之前看到三分之一的电影给看完了 秦家定本是在董言家对面的酒店开了房间的 保镖在外面等到凌晨六点也不见人影 早上八点多 两人一起从小区出来 吃早餐开车去公司 在公司看到秦家定 大家并没有非常意外 尤其一部分人昨天晚上就从范范那儿听说了 秦家定兴许会来公司实习 为此范范特意早就准备好了一个实习工作证 双手递到了秦家定的面前 给姐夫 秦家定结果带上 众人立马变脸调侃 新人来公司 是不是得给前辈们冲一杯咖啡啊 不等秦家定开口 董言先生的 用不用我亲自给你们撑 众人连连摆手 自赞回到自己的工位上开工 秦家定带着实习工作证 跟着董言一起进了办公室 董言说 你坐沙发上玩 我工作 想吃什么告诉范范 嗯 你忙吧 不用管我 如果喜欢一个人 恨不得一天有三十六小时 十二小时睡觉 二十四小时跟他在一起 秦家定现在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 一会儿 董泽去东城也五天了 每天上午被秦家定叫行打游戏 董言一没事 秦家定立马就撇开他 人影都找不到 可怜董泽躲出去几千里地 还是难逃工具人的命运啊 一轮二十一号休年假 公司集体吃饭 除了董言的年终奖之外 大家还收到了秦家定的礼物 用他的话说 最近给大家添麻烦了 大家捅一口径 常来给我们找麻烦 晚上 大家都喝了不少的酒 酒店在董言家附近 结束之后 大家分批上车 董言和秦家定走着回家 经过一家药店 秦家定说 我有个不懂的问题 想问下你的意见 什么问题 男人想买冰运套 对女人而言 是被尊重 还是不被尊重 第1028集 董言感觉自己酒醒了 下意识地侧头看秦家定一眼 他表情镇定 仿佛真的名而好学 沉默了不止五秒 董言开口了 看谁说吧 从不喜欢的人嘴里说出来 我可能会报警 秦家定看着董言 我说呢 董言暗暗地提了口气 那去买呗 秦家定声音冷静 你等我一下 他真的松开了董言的手 转身往药店里走 董言外套里的温度陡然升高 冷风吹过来 都未降风好 秦家定进去很快就出来了 手里没有袋子 董言明明紧张得不得了 一开口还是让人误会的话 没有卖的 秦家定拉起董言的手 顺势放在了自己的风衣口袋 在兜里 董言果然摸到了包装盒边缘 烫手一样 把手指微微地拳起 两人继续往前走 秦家定说 你别紧张 我没想马上做什么 只是想问下你的意见 不想你哪天突然在我身上看到 觉得我不怀好意 董言第一次见到 把这种话题聊得这么 坦荡通透的人 就差指名道姓地告诉他 他买套也是因为他 用也是用在他身上 他同意的他才买的 明是 但是又完全理智气壮 董言的手被秦家定捂得暖暖的 心底暗倒 他鸡贼 这点高智商都用在他身上了 不知道怎么会合适 董言干脆装矜持 没错 装的 公司放了年假 从明天开始不用再上班了 两人回家 窝在沙发上看电影 依旧是关着灯 热恋中的情侣 彼此身上散发的气息 对对方都是致命的心眼 董言知道 不会只是看电影这么简单 所以在秦家定主动吻他的时候 他心里是期待达成意料之中的 电视关掉 整个客厅一片漆黑 沙发上两具焦底的身影 衣物成了阻碍 秦家定买的东西还不到两个小时 就派上了用场 董言没吭声 只是控制不住 用力地扒着秦家定的背 秦家定立马停下来 低声问 还好吗 董言绷着一口气 身体里不光是自己的 他没办法放松 只很小的声音说 你慢点 秦家定很慢 磨得两个人汗流 董言摸到秦家定背上的潮湿 将他拉低 闻上他的唇 他不是第一次主动 却是第一次疯狂 像是蓄意要在火上泼一桶汽油 秦家定挣扎了片刻 到底是任由体内的冲动作祟 动作不再轻柔 沙发是几皮的 宽大 柔软 足够两个人并排桃 但如果是交叠 下面的人就会微微地有些下线 董言被夹在两者之间 上下不一样的触感 晃动间他像是被人按在了盘皇上 另类的压迫 容不得他一声不吭 上上下下 你来我往 董言第一次认识这样的自己 原来不是他冷淡 只是没遇到那个让他不想停下来的人 原来秦家定也可以跟白天判若两人 原来喜欢一个人 什么顾虑都不是顾虑 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21号晚上聚餐结束 董言和秦家定的第二顿 是22号下午三点多才吃的 两人没出门 秦家定在家煮的面 董言穿着睡裙 长发随意地卷在头顶 头也不抬地吃东西 对面秦家定给他夹火腿 他头部抬眼不正地说 谢谢 饿是真饿 但也没饿到顾不得看人的地步 主要董言还没想好怎么面对一个16小时里 几乎没离开过自己身上的男人 16小时里两人也睡了觉 但基本上不能睁眼 睁眼想的就是睡前的事 低头吃着面 董言的脑子里是秦家定的脸 凌晨的时候 他手滑撕不开包装 用嘴撕开的 一晚上去了半盒 他下床时险些没趴在地板上 董言心里苦 但是不能说 谁让他不仅没阻止 还跃跃于世呢 保镖从21号晚上 等到了22号晚上 才看到秦家定和董言一起出门 两人出门吃了顿饭 又看了场电影 又进了次药店 秦家定拎着一个黑色袋子出来的 袋子里面看样子 装的东西还不少 董泽29号回的夜城 还有五天就过年了 不回不行 东城本地人民都准备过年了 没空招待这帮外地游客 董泽在机场看到秦家定和董言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他总觉得 这些天没见 两人身上有些微妙的不同 类似气场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 用言语形容不上来 回城的路上 董言的车秦家定开 他们两个人坐在前面 董泽一个人坐在后面 三个人一起吃了顿饭 秦家定说 我去机场了 董泽下意识地问 你去机场干嘛 回家 董泽后吃后绝 差点忘了秦家定的家在身场了 东言说 让董泽回去休息 我送你 董泽当即道 我不累 一起去 秦家定看着他 一炸不炸地说 你累了 董泽跟他的目光相对 愣是被噎得醍醐灌顶 连连点头 敷衍道 嗯 我累了 我姐送你去吧 我回家了 出了饭店 秦家定和董言上了车 董泽站在车下道 慢点 到了给我发个消息 我到深城给你姐打电话 她会告诉你的 董泽翻了个大白眼 声都没吭 转头就走 秦家定笑着踩下了油门 跟董言去了机场 分别总是不舍的 更何况 两个人正是如胶似气的阶段 秦家定是想把董言带回深城 董言也动了留秦家定在夜城过年的念头 但两人顾着对方 都没有说出口 自打恋爱后 秦家定明白一个道理 不要对没经历过的事情 妄下判断 比如喜欢一个人显得很蠢 送花很土 千长挂肚很烦 分别时接吻不可理喻 临进去之前 秦家定吻了董言 对他说 我初二来找你 董言违心的说 多在家待几天 好不容易放假 多陪陪家里人 秦家定盯着他的眼睛 你不想我早点来 董言哪里扛得住我 动了下嘴唇 低声回 你初三来 我等你 你休息几天 董言思想不单纯 脸瞬间就爆红 秦家定 进了VIP通道 董言一个人上了车 才一分钟就想得不行 秦家定给他打了电话 声音成熟中 鲜少地带着一丝撒娇的口吻 你想不想我 董言心里一翻腾 脸都垮下来了 很想 我出来找你 董言吓了一跳 盲说 别闹了 赶紧老师等飞机 你家里人都知道 你今天要回去的 晚点点不要紧 董言的声音放软了 你别让我难做 到时候 你家里人怎么想我 都进机场了 再给忽悠出来 那他在秦家人的心里 怕是跟好饼 画不上什么等号了 秦家定沉默了片刻 你快上车 外面了 董言确实站在机场门口 还没来得及 往停车场走呢 闻言 他重新买开腿 董言到家的时候 董则正抱着莱金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门声侧头 家里怎么换沙发了 董言看着熟悉位置的 新沙发 低头换鞋 声音如常地说出了 早就准备好了的理由 莱金给弄脏了 不好洗 正好赶上过年 换一套算了 他尿在上面了 董则穿着拖鞋往里走 随口硬着 嗯 你小心一点 董言低头 看着腿上的小科技 你真够值钱的 一抛尿 一个沙发没了 我进去换件衣服 晚上给你做蛋糕吃 董则抬起头来 你做 你连弹塔都做不明白 丁哥教我的芝麻蛋糕 很好吃的 你确定不是情人眼里出大厨吗 我确实吃他的盐 但我不信羞涩可餐这一套 干看也不顶饱 丁哥不顶长得好 他竟然会做饭 提到秦家定 董言两眼放光 董则鲜少见到这样的董言 除了两年前 他公司谈了最大的买卖的时候 微顿 董则问 你很喜欢他 董言也没藏着掖着 点了下头 嗯 特别喜欢 喜欢就好 你这表情 别以赴你推文让钱的样子行吗 我没探你东西吧 董则顺水推舟 铁着嘴灰 反正你能找到这么满意的男朋友 多多少少也有我的功劳 我不用你封我个一等猴 情意记在心里就行了 董言眼睁睁地看他演了一出 瞬间翻脸不认人 酸丸赶紧洗手 进厨房准备东西去 还想吃现成呢 董则看着董言 往卧室进的背影 瞪眼道 你给没给丁哥吃现成的 董言头也不回 废话 他要成天吃我做的 早就跑了 还能等到现在 董则坐在新沙发上 笑得直扑腾 新沙发是纯皮的 触感微凉 也好看 但他还是怀念之前的老沙发 怎么说话就换了呢 第17029期 秦家定回深城 刚从通道里走出来 就看到迎面飞奔而来的乖乖 以及明显落在后面的田田 两人都跟八辈子没见过秦家定一样 尖声叫着 哥哥 秦家定一如既往 一手一个左右抱着 走到秦湛和敏江西面前 出声叫 二叔 二婶 秦湛言语 还不想回来呢吧 秦家定不看他 看着乖乖和田田对他们说 有个姐姐给你们买了好多玩具 还有新衣服 新帽子 怎么没一起带过来啊 他不好意思来 他又不丑 我跟你二婶也不是公婆怕是吧 秦家定一本正经的胡说 可能怕跟我二婶比 谁更漂亮 秦湛想都不想 那确实会有压力 敏江西听不下去了 你们俩刚在一起不久 他不想来很正常 来日方长 乖乖和田田很年轻家定 尤其是乖乖 话已经说得很利索 坐在车上问 哥哥 你都放假好久了 为什么一直不回来 秦家定不答反问 那你怎么不来夜城找我 乖乖果然被拦住了 想了想 没人带我去啊 那你下次再想我 我又不在家的时候 能让人给我打电话 我来接你去夜城玩 好 田田也从旁附和 好 不打算退学了 本来也没打算退学 毕业什么安排 烤个盐 裴容浩 夜大的食堂很好吃 烤完盐呢 几年后什么形式 现在还不好说 食堂一直好吃 你就读个播 应该不会突然难吃 敏江西听着两个人的对话 已经做好秦家定毕业后 不回深城的准备 喜欢一个人 就会千方百计的留在那个人身边 前几天荣浩回来 他跟荣浩和丁丁碰面吃了顿饭 丁丁说 韩信阳拒绝了夜城公司的邀请 对方公司开的条件非常好 刚过深城这边 但是韩信阳还是拒绝了 理由特别简单 女朋友在深城 有条件的可以很轻易的选择 类似荣浩和邓迎科 没条件的也可以选择 身边大多数都是后者 所以不用动不动就说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怎么样 感情只计较爱不爱 有多爱 每年临近过年 都是人缘最奇的时候 江月亭带着敏杰和江恩回深城 秦家定跟荣浩和丁丁出去吃饭聚会 敏江西跟程说两个人闺蜜趴 因为陆玉驰回东城 丁克回荣城 秦站带着乖乖和甜甜 去荣一经公司里玩 中途前着有事临时走开 荣一经腿上坐着甜甜 身边坐着乖乖 满沙发的玩具 对面电视里还放着秦站指定的亲子动画片 荣一经不是第一次陪他们看了 却是第一次发现个秘密 待到秦站进来的时候 他侧头说 你发没发现 啾啾的爸爸妈妈都是黑眼睛 但啾啾是蓝眼睛 秦站看向电视屏幕 两秒后到 怪不得他爸总穿绿衣服 荣一经瞬间乐出声来 只想夸秦站 不愧是考上过牛津的人 简直就是个天才 秦家定多了个习惯 手机不离手 时不时